常驻五星的三个C位 你们都凑齐了吗 克勤 老卢和小提 反正我是歪齐了 那么这三个常驻主C 到底还能不能打 要怎么让他们再就业 这期视频就来简单聊聊 开始之前先叠个假 并不是强烈推荐大家练这三个角色 这里只是提供一个玩法思路 如果有更好的配对和角色肯定优先培养 但跟我一样 想让常驻角色也在深渊发发光的 不妨试一试 克勤 开服双雄之一 大世界开荒非常可以 但随着后续版本更新换怪 传统克勤在深渊越来越难 但如果大家有抽到草神或者行秋 那就试试克勤超级战 克勤 行秋 草神 钟离 这里草神带四草套和魔导蓄论 克勤等级拉到最高 圣一物带四如雷 圣一物主词条 金通沙 雷伤杯 暴击暴伤头 没有的带2加2也可以 主词条同上 行秋充能保证在240以上 钟离无脑堆血就行 没有钟离就用莱伊拉 深渊12层依旧能打 手法非常简单 钟离开局套盾 草神战绩拍照 然后开大 行秋开大踢两脚 克勤开大 然后开战继瓶 如果你还抽了白竹 那就克勤 行秋 草神 白竹 白竹能奶的同时 还给你增伤 狄卢克 开服双雄之一 一手灯笼从开服到现在依旧强势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灯笼 那不会灯笼 还没有魔女套的狄卢克要怎么办 老卢猎绽放了解一下 依旧是草神加行秋 老卢我们直接带精通2加2 剩一物主词条 精通纱 精通碑 精通头 武器带上是铁之花 我这里精通是970 行秋充能240以上 草神依旧带草套和魔导蓄论 钟离无脑堆血 深渊12层也是没有问题的 先手钟离套盾 草神挂草 然后开大 行秋开大踢两脚 老卢直接开大 然后战绩接平A交替打出 唯一注意的就是钟离的盾 不能断了 当然也可以用白竹代替钟离的位置 但方打断护盾和回血止盾 只能二选一 当然也可以用莱伊拉 但对圣一物的要求很高 毕竟单手剑加血量的只有这两把 提纳里 须弥开放的第一个草C 刚出限定池 就被通知之后放入常柱 其实小提非常好养 圣一物直接带跃团套就可以 主次条为 金通沙 草伤碑 暴击暴伤头 圣一物三换一就可以换取 草神 四草套加魔导蓄论 至于武器方面 有五星肯定带五星 猎人之境 弱水 天空之翼都可以 没有五星的 直接带一把满金弹弓 贴身射箭同样威猛 最优配对是 提纳里 绳子 纳西达 钟离 没有绳子 没有钟离 那就提纳里 菲谢尔 纳西达 莱伊拉 小草神的挂草 是无法替代的 绳子换成菲谢尔 挂雷频率也会下降 但对于小提的慢计划 影响不大 深渊十二层 也还是能干上一架的 这里补充一点 如果手法不是很好 觉得钟离 和莱伊拉开盾 衔接困难的 那就给草神 带个试作惊魄 给你回一口血 OK 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以上配对思路 能帮助到 有同样想法的你们 那就下条视频再见 拜拜